突发状况 也影响不了仙子唱歌 周深成都演唱会借过一下 现场直开无休音 天天的花 我总也不想装 只能寻黄金香 我照月亮 和彼头望 花谢过 路结过 你是你 我是我 花谢过 路结过 你是你 我是我 6月15日周深成都演唱会火爆上演 3.5万观众齐聚一堂 现场人气爆棚 新歌记忆商店Live首唱 说外人大合唱 还有耿味十足的talking环节 简直太棒了 周深作为当下最火爆的 国民顶流歌手 上院刚刚发行自己的第二张专辑 反身代词 首周销量破3000万 正在进行的10周年 9.29赫兹 全国体育场巡演 已经结束上海没奔 深圳大运中心体育场 近10万人 共度了美好时光 看过周深演唱会的人都知道 除了唱功强悍 周深经常把演唱会 开成脱口秀大会 这波成都演唱会现场 周深又爆梗了 在互动环节 周深幽默回应了 之前网络水军对演唱会 上座率的造谣 周深 确定不是荧光棒摆在原地吗 大家晃一晃给我看 还有一位被选中互动的大哥 喊周深宝贝 又迫使周深喊出了自己的名言 保你个头 在打笑环节 现场观众为周深工作室的小伙伴 送上了欢呼 也因为票太难抢 对票无代理方大喊倒闭 周深无奈地说 你们爱和不爱好明显哦 你们礼貌吗 但在顶歌环节 周深竟然被13岁小孩姐拿捏了 哈哈 另外 本次成都演唱会现场 还出现了周深吃了蚊子刺身 周深被半舞袖子缠住 周深跑着跑着皮疯掉了 等等喜剧片段 周深的这位小朋友 这么近年 最远的距离是 我们有发现你在我身边 小朋友你好 你好周深 我们要怎么称呼你啊 六生米吧 哈哈哈哈 年纪轻轻套路不少啊 你的小明应该怎么称呼你 布丁 你到底是更新学的这些 约你呢 啊 行你赢了 那这上面的歌 诶 应该说你现在几岁了 十三岁 十三岁 你几岁开始听我的歌呢 十岁吧 哇 那可是二十年钱 哈哈哈 那你真的也是听我的歌长大的 对 你第一次听到的我的歌是什么歌 大鱼 呜 呜 来唱唱歌 我的演唱会 我还治不了你了 哈哈哈哈 不要补嘴 唱 哎 那你是你有称呼你的那个 爱人还是艺人吗 就 爱 你嫌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唱吧 我不帮你了 哈哈哈 我都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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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里的名字 这么多称名的 武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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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叔叔已经帮你找了那么多台阶下的 你怪不得出一首 哈哈哈 叔叔他是很难做的 哈哈哈 你们来 选一选 你真的不告诉我一下你的小朋友怎么成功 不告诉我 哈哈哈 我觉得非常 都给我气腔的 我们在外面要这样 学我们这位 某同学一样 好好地保护好自己的意思 好吗 好 但是 就在昨天彩排的时候 我有吃到一样东西 很多外地人一定都没吃过 甚至是本地人 都 几乎 应该 也没有人吃过的一个非常好吃的 成都小吃 你们猜一下是什么 救命 我居然在成都吃了蚊子自身 说实话 怕是有点烂啊 好沉啊 然后 你们知道吗 那个蚊子它没有 是 是 是 它没有去世 它就在我的喉咙眼子里 一直在挣扎 他没有啊 我要出去 我突然想到了西游记 就是 嗓嗓嗓嗓 我在你的怒子里 哈哈哈 然后 我的嗓子眼儿非常的痒 非常的难受 作为一个歌手 作为一个歌手 你都在我的喉咙里 我还能拿你没有办法 我就一直唱高音 不出意外 那个蚊子应该在我唱高音的时候 被我的肌肉夹死在了层次 刺身 有点刺脑 刚才我那个披风吊着谁笑那么大声 大家装作没有看见好吗 我好凶啊 不得不说周深是天选喜剧人啊 周深演唱会现场到底有多欢乐 希望大家都能抢到票去体验一把 周深成都演唱会首唱了新专辑歌曲 进商店大家听了吗 蓝色星光嚼响灰映 刀印在衣服上浪漫的气氛弥漫在每一处梦境 现场的效果比耳机里听到的情感浓度更强 然后在演唱会结束后的零点 又解锁了新专辑下篇新型主打曲 嗨 我想在风上来 怎样转身你 都在眼前美丽 像素都在摇摆 不化成一片花 周深曾经预告说这是一首小甜歌 看完之后发现和常见的甜歌不同 有种复古的带点留声机音质的优雅 以抒情复古风再次展现周深的更多层面 另外周深在演唱会上感谢了孙楠 在歌手节目中演唱了自己的原唱歌曲《人事》 并取得了第一名 周深说 非常尊敬喜欢的歌手翻唱自己的作品是我的荣幸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南哥 让这首歌被更多的人听到 孙楠对周深的欣赏和喜欢 在声声不息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孙楠老师说 周深不管在哪个时代 他都会是最好的歌手 特别真诚的周深 而孙楠也曾对周深给予了超高的评价 这就是实力歌手之间的欣欣相惜吧 昨天南哥有在歌手上演唱 说实上我非常地震惊和非常地感谢 因为南哥孙楠老师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歌手 而且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尊重的前辈 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够跟南哥一起录一道音乐综艺 更没有想到的是南哥会在那个舞台上演唱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被自己非常尊敬 然后非常喜欢的为歌手翻唱自己的作品 是我的荣幸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南哥 然后还有更加让我感动的一个瞬间 就是南哥他唱完之后给我发微信 他就说深深那首歌非常好听 然后甚至南哥这样的前辈还会觉得自己有一些部分 可能像自己没有发挥的那样那么的出色 或者是跟自己想象中的处理不太一样 但是我再震惊的是像这样一位非常前辈 前辈的老师还在不停地去追求自己更好的那个自己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南哥的一个执念 然后才让他在大家每次面前一亮嗓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哇 不愧是孙的 所以再次非常非常感谢南哥 让这首歌被大家听到 让更多的人被大家 让这首歌被更多的人听到 现在我就看到自己微信 就是小美满的这个词作李聪 她的妈妈就给她发了一个微信 她说她刚才在那个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我说的这段故事 她就给李聪应该算是有一半的道歉在里面 她说以前你经常说过这个事儿 好像我心中没有当过一回事儿 也许当时你真的是不开心了吧 那那一下我就觉得好温暖 然后李聪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我心中的那一小块好像一下子都长好了 然后听到这样的回复之后 我自己心中缺失的那一块 也一下就全部变好了 我觉得这样的小美满都是你们送给我的 也希望在也许在无论任何时候 你都觉得自己在淋雨 但是都要勇敢的相信真心和真爱 也许你现在还在淋雨 但是请勇敢的相信 那个爱你的那一把伞 它可能会迟到 但是它一定会到 但是所有都要寄给你 好好照顾好你自己 你 花开忘忧 花开忘忧